玛雅的阿里和家人历经坎坷 19岁的她来自叙利亚的小镇Sagra 从出生起就和父母四个兄弟们 为了躲避战火颠沛流离 无数次搬家是她的童年记忆 然而足球场成为这个家庭的避风港 特别是她的兄弟萨拉赫 还曾经拥有远大的理想 就在萨拉赫追逐自己足球梦想时 突然被诊断出癌症 但天无绝人之路 因为萨拉赫的病情 这个家庭得以获准入境澳大利亚 在西澳大利亚安了家 不幸还是发生了 萨拉赫在和病魔顽强抗争12个月后 带着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 玛雅达也失去了一个最亲的家人 在得知足球未来基金会 被边缘化社区提供接触足球和运动的机会后 萨拉赫决定成为这个组织的一员 并且勇敢地肩负起责任 要被更多的人指引前路 玛雅达说和很多成员一样 他在这里切身体会到了安全感和归属感 只要带着热爱足球的信念聚在一起 共同参与本身就是一股强大的力量 绿营场也会更有生机和活力 他也希望让更多人知道 无论身患残疾或是来自任何弱势群体 这些都不是踏上运动场的障碍 SBS中文新闻 萧玉讯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